第四季节目 哎 我们的长长有份 还有什么法律的 你对吧 你对吧 你终于要在哪里想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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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这些警官一样的事 高雄 黎元 你来了正要找你呢 怎么回事 出事了 来两个法官 他们要执行法庭的判决 封了咱们金库 别哭别哭别哭 慢慢说慢慢说 别哭别哭 本来我一直想去催款的 谁知道我家公司就倒闭了 常常的事都赖我 我一个人负责 我求求组织上的处分 别哭了 黎元 为这三百万 就封了咱们的银行账号 这影响了军品生产怎么了 最重要的事 今天是退休工人发工资的日子 您之前答应过大家 把工厂之前 偷钱大家的工资都给发了 可现在一封禁固 我对不起大家 我对不起大家伙 供了咱们账户 咱们什么都办不了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没有 人家手续齐全 依法办理 王叔你一直在跟他们理论呢 但是他们态度非常强硬 这个怎么办啊 张张 别着急 别哭 不管怎么样 你们也不能把这个金库给封了呀 你这样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的 是不是 来来来来来 待会儿见一下 我们在执行公务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你们厂上输了官司又不还钱 我们是依法执行 我们已经还了三百万 是不是 对啊 我们还了三百万 那法院又判我们再还三百万 你们现在又把我们这个金库给封了 那你说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样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是依法执行 你就不要再纠缠了 我们这么大一个厂子是军工厂 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 军工厂怎么了 军工企业也要依法办事 王书记 我看你还得先回去吧 那这样 我回去呢 跟我们厂长商量一下 你们呢 也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的意见 好 只要你们把这三百万让我带走 我立即通知银行解冻你们的账户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 先解冻 把这封条先拆开 起码我们能够发那个职工的工资 是不是 不行 怎么不行 绝对不行 喂 老李 我是 你少瞎 就完两天 什么违约责任 好 就这样了 我答应 喂 哥 听说法院把咱们厂的银行账户给封了 真的 是 这开工资又泡摊了 咱们账上有钱 本来是可以开工资的 但是法院把账号给封了 我还说过来 要点钱 你 我二零四车间一要 再不更换零件设备 我就得停产了 你 这不要命吗 大家都在外头等着呢 你这怎么办呢 这 我这厂长啊 要不咱们这么着 你出面跟大家说几句 我这个代表呢 劝劝大家伙先回去 补发工资这事儿 让大家咬咬牙 多几天再说 对 刘师傅 既然我答应大家今天补发工资 就一定要办到 您让我再想想 厂长 再不咱们这么着 我出面 带大家伙直接去找法官 他封的账 就跟他要工资 不解决不罢丘 我看他能怎么着 刘师傅 这样做不妥啊 万一人家说咱们妨碍执法 你一个大厂长这么做不妥 我们这些个入土半截的人 有啥可不妥的 狼丝 跟我走 刘师傅 您别太激动 当心身体 没问题 刘师傅 刘师傅 这事儿怎么办呢 先点车 把这俩大个帽请出财快室 让他们亲自体会一下 疯着 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难处 剩下这事儿 我扛着 你 行吗 你放心 等着我 等着 厂长 你真不拦着他们呀 林渊 既然是急不得脑不得 那咱们就选择沉着 请坐 这怎么可能沉着呢 那么多工人的工资发不出来 待会儿大家都闹起来 怎么处理啊 任何时候别忘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有些事情 领导做不到的 群众未必做不到 英雄也要发工资啊 这个 你怎么还看起 吉普来了呢 逼宫的方法有很多种 比如说 陈底之炮 再比如说 卧槽之马 还比如说 关门鞠 这都是些什么呀 厂长 你 我说各位师傅 各位师傅 都听我说 这么长时间了 大伙还都饿着肚子 我也是一样 咱们厂长太难太难 这发不出工资来 不是他的事啊 听说还欠了外头 好几百块钱账 大家都看到了 这法院来了 账号金库全封了 你说那大盖帽 咱们谁惹得起啊 我说这样啊 厂长替咱们想 咱们呢 也得替厂长分担了点 下边 进去以后你们都听我的 都听我的啊 好好好 进去 等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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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法律的尊业 到底要什么配合 不要妨礼我们执行公务 没有法律 谁办啊 王家办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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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这个严肃心 好了 好了 黄书记 二位法官久等了 厂长让我过来 请二位法官 我们是来执行公务的 不是来吃饭的 那二位法官误会了 不是请二位过去吃饭喝酒 我们厂长已经答应还给林月级三百万 想请二位法官过去当面谈谈 你们厂长架子还挺大 请我们过去谈谈 我们厂长手头上好多事在处理走不开 您二位法官不是过来解决问题的吗 咱们过去坐下来当面谈谈 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了解决好了 不是对我们双方都有利吗 您说呢 于厅长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咱们就过去 你去吧 我不去 别别别 林法官 您看我们厂长让我过来请二位 说您没去 我回去得爱批评 我们做下属的也不容易 您 您给个面子 你是谁啊 188厂工会郎主席 郎主席 你们厂长真的同意还钱了 这么大的事我还能开玩笑 二位 厂里的老人 胡子都白了 说话算数 二位 请吧 二位 请吧 走吧 你搞什么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我唱红脸你唱白脸 今天一定要拿到请 余厅长 林法官 我们请吧 来 请 来 请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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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多人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厂今天发工资呢 大家都给二位法官让个路啊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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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封了咱们的金库 咱们才领不着工资的 要不啊 就让他们给咱们开工资 要不然 就甭想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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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同志们 我们是执行公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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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公务 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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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那位法官被堵在楼梯口 让老公人们围了个水洗头 就是 我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 咱们188成有多困难 让他们也感受感受 咱们老公人领不着工资 心里面是什么滋味 哥 你说自从你当了厂长 你是谁的钱都敢欠的 你敢欠老公人们的工资吗 今天可是让这两法官赶上了 那让他们好好体会体会 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 没有啊 没有啊 我没有办事 你把我查查没有办 那我 大家的知道 那我没有办事 我挺着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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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们也是执行法院的判决 我挺着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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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闹得越来越凶了 要不 我去把两个法官请过来吧 张三 急什么 行 那就多等等 让他们也知道 什么叫不稳定 什么叫民心不可为 刘师傅他们 都会有什么过激性的 这你放心了哥 刘师傅什么素质 这么些年带着老公人 上市里省里上北京 商访过多少次了 从来没出事你放心 想哪个队 那你会不会是 走 让我出马了 哥 全看你的了 没关系 公司化手啊 对呀 对呀 这么伤forming 背着90VA的劲 才能利点公司 大伙heid 祝位师父 两位法官是我请来的客人 我没有事情要商量 动件账户的事情 我们要谈一下 我保证 能够顺利解决 我现在请两位法官 到我的办公室去 大家让一让行吗 大家静一静 咱们啊都听厂长的 让他们过去 我说 要是不解冻 不动真格的 还是不让他们抱着 我们幽幽幽厂的情况 你们也看到了 今天很抱歉 给你们添了个忙 这帮老公人 真够厉害 厉害 今天只是来了一小部分 我们厂有六千退休职工 这么多啊 这么大的厂子 从五十年代到现在 有六千退休职工还奇怪啊 因为拖欠工资 这些退休职工上访闹事 弄得势力省力 甚至中央都很头疼 所以 今天他们有对不住的地方 我这儿道歉了 来之前呢 我倒是听说过 墨帕山188厂的一些情况 没想到还真是这样 这些老公人退休得早 早些年工资比较低 所以他们的退休工资 就比较低 生活比较困难 意见很大 就这么点退休工资 因为厂子不景气 还经常拖欠 你想他们什么心情 我到任之后 答应给他们补发拖欠的工资 今天正是领工资的日子 你们又来查封账户 正好赶上了 我想说的是 对待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债务 如果简单的采取 封存 冻结的方法 可能不行 搞不好会引发不稳定事件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当前稳定是全局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 党中央这个方针 你们是知道的 从大的方面说 请你们从稳定这个大局考虑 从小的方面来说 请你们帮帮我这个厂长的忙 解冻我们厂的账户 好 不行 对法院的判决 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法院判决的时间不长 我们没有上诉 就是表示 我们愿意偿还这三百万 可是你们这么快 就来强制执行了 可以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实话跟你说 是大令林业局 请求我们尽快执行 是你们常有人 给他们局长打电话 说你们账户上有钱 是这样 我向你们保证 我们一定偿还 大令林业局这三百万 只是 请求延缓一个月 不行 一天都不行 这笔钱你们都拖了四年多了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今天无论如何 怎么我们要把这笔钱带走 这外面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那是你们的事 稳定是全社会的事 你敢说稳定与你无关 你们如果非要把钱带走的话 我看今天你出不去 你威胁我们 程厂长 我告诉你 你阻碍我们执法 那就是抗法 那就把我这个厂长抓起来吧 没事 你呀 那我们抓起来 你把我动作带去 只有这边关 厂长 我们又来了 师傅 我们想跟两位法官说几句话 你说 刘师傅 其实呢 我们大家都懂的 不管你们戴大盖帽子 还是头上有无纱帽子 都不容易 都有难处 这不我们刚才商量了 这个月的工资 我们先不理 答应给我们补法的呢 也先缓一步再说 这笔钱我们记着法院 由二位法官 由你们去处理 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 千万不能封我们的账户 别再难为我们的厂长了 188厂刚刚起步 困难太大了 厂里发展了 国家有好处 我们工人也有个盼的 二位法官高抬贵手吧 188点 牢牢少少 求你们了 师傅 师傅 师傅怎么了 慢点 慢点 注意身体 没事 没事 慢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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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长长 不好意思 给你们的工作 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下个月 你们还清 他们的三百万 没问题 钱呢 我们也不带走 就给工人师傅们 开工资吧 我代表全体退休工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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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啊 谢谢 不好意思 给你们添麻烦了 别客气 再见 看看这边语言多棒 谢谢 再见 再见 好 郎主席 走了啊 再见 慢点啊 咱们厂这些老工人 又刚开始聚在一起上访 到现在团结一致的旧厂 都变化真大 都是些好老头啊 咱们的工作没做好 他们的退休工资太低了 是 每次一发工资 看见工资表 我心里就惭愧 等咱们厂有了钱 首先就给他们涨工资 对 走 谁啊 我 进来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你要干嘛 好 我这今天呢 到市里开会 我听说 法院来执行 被那些老工人给围了 是啊 咱们还欠老工人工资呢 人家就来替我解围 你说我这个厂长 当的丢不丢人 这事啊 主要是怪我 本来呢 这是一笔三角债 林一元不知道 这三方之间的 这还款协议 这几年厂子太乱了 杀人厂长调走以后呢 我这是临时主持工作 有些事啊 这一时半会儿也理不清 就出了差错 这些事我负责任 跟你没关系 你负什么责任 我负领导责任啊 三百万 这么一个穷上三百万 还有什么事没说的 都告诉我 也让我有个准备 还能有什么事啊 你呀也不要听人家说 有点立场好不好 人家怎么不瞎说 别人要瞎说你啊 我从上任以来 就一直在给你擦屁股 那你说怎么办啊 我想踢你 你一会儿真舍呢 那你就踢吧 民品拆尖 项目进展怎么样了 合资方呢 有实力 也有市场 我们这边呢 有技术 有生产能力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 今年年底就可以投入生产了 那太好了 就算你将功补过吗 咱们场的事啊 还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 还是一句话 中层的领导班子一定要调整 还不到时候 你不知道吗 咱们中层以上的领导 大部分 都是赵俊亮提拔的 所以他才在厂里能够一呼百应 现在他是支持你 可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一旦有一天 他们在一起来反对你 你怎么办 我听说 上一任厂长的离开 都跟赵俊亮有关系 这件事情要慎重 我还是那句话 要谋而厚定 我发现 林源跟赵俊亮好像 隐藏着什么 你发现什么了 你看 我最近 查咱们厂里一些老账 我发现了很多疑点 我问林源 林源就是不说 林源这个人厌务能力很强 人品也不错 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吗 我问你 你知道咱们厂里 工程师楼这件事吗 知道 利用厂里闲置的土地 开发房地产 解决科技人员的住房困难 好事啊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那房地产公司 六合公司 是谁的 汪老六 咱们厂里一些废旧物资 大多都卖给谁 汪老六 咱们厂里卖出的一些设备 经过谁代理的 你知道吗 汪老六 难道这里面没有问题吗 有可能 承睿啊 我发现你什么都知道 我可要提醒你 你可别成了他们那些人的保护伞 汪大一 你说了半天 全都是怀疑一时猜想 你没证据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给你拿出证据 好啊 你还真翻起老丈回来 我就不信查不出问题 来 下盘起 我没工夫 查出什么问题来了 你看看这个合同 这是美华公司 从我们厂买的旧的机床设备 用了一千三百万 我们厂那么多的设备 才卖了一千多万 而且他们是分期付款 你看看啊 而且还得让我们的人员 上门给他培训 最后我们的这些工程师 全跑到美华公司了 礼拜里我们受到了双重损失 你看这合同 这是上届班子决定的事 这是问题呀 行 你查吧 你看看这个问题啊 没问题 我才不信呢 方叔姐 小林啊 美华公司的钱还了没有 还没呢 我催了好几次了 怎么还不还呢 这件事情赵厂长知道吗 她知道 你马上给美华公司打电话 我问问她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人听 这样 你把他们的地址写给我 他们财务负责人叫什么名字 他们财务负责人叫什么名字 李秀明 李秀明 我现在就找他们了 我现在就找他们了 如往哪里 我现在就找他们了 我现在就在库里里 做什么 他怎么在库里里 我现在就找到 人家对他 他就找他 他们游戏 他就叫他 你 怎么会 你觉得他 他就放了 我都在里面 在里面 我刚从美华公司回来 人家跟我们说 这六百万早就还了 但是没有汇到我们公司的账上 直接汇到了王老六的六合公司 而且是按照赵军亮的要求汇的 你没搞错吧 错不了 没问问林源是怎么回事 我问过林源很多次 林源说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件事情 只有当面去问赵军亮了 我马上叫他过来吧 金亮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先不说这六百万干什么 这可是违反财重纪录 六百万这胆子够大的 这十一笔大数 问清楚再说 直接汇到六合公司 这里面我看是有问题的 这里面我看是有问题的 老老师啊 军亮 有件事情要问你 大爷 你问吧 老赵啊 美华公司欠我们的六百万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这笔钱几个月前就汇过来了 我叫他们汇到六合公司了 为什么不汇到我们厂里 工程师住宅楼的资金出现了困难 六百万汇到六合公司 是临时周转一下 那个时候你们还都没来的 当时是我临时主持工作 是我决定的 你这可是挪用公款呀 没那么严重吧 工程师住宅楼 这也是我们厂的项目啊 那六百万还回来没有 还了 在哪儿 让我用在民品车间的项目上了 那我们厂的账目为什么没有显示呢 我们厂现在是处处需要钱呀 那样的话 民品车间的项目就保证不了了 你这是违反财经纪律 这不都是被逼的吗 单一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那这件事情清楚了 好 好 好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他查账意见问题了 来问问你 你不是说过过去的事 可以既往不咎了吗 没咎啊 他就是问问 我可是跟着你一块玩命的教掌 他是在背后整人什么意思啊 过去的问题多了 那就让他慢慢查吧 这个地方就怪不得了 对 你没有觉到没想到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都不想给你看 你找到她了 ��고想可以 他就是想订了 你一个人下棋了 你说 我要这个炮呢 还是要这个锯 当然要锯了 可如果气泡保锯 这就是盘死气 我说你这两天神神叨叨的 你没中邪吧 你才中邪了呢 那你摆这盘棋什么意思 你看这个大锯 变住了自己的马腿 又挡住了炮鹿 你说怎么办 只有弃鸡才能活齐 咱们厂的情况 就像这盘棋 这个鸡 不会是我吧 你是王大炮 赵军亮是这个局 弃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你准备怎么办 不会是想赶我走吧 你真的想走 我早就想走 实话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 你不能走 我想建议冰总 把赵军亮调走 你别为难了 还是我走吧 废话 要八八场不走出困境 你哪儿都别想去 想逃 不可能 那就可以把赵军亮调走 这件事情还没想好 我就知道 你很难下决心 当你统统领导班子 这件事还没想好 需要有个统筹的考虑 咱们先把准备工作做戏 拿出个方案 咱们先把准备工作做戏 拿出个方案 考长手下留情啊 太划伤了 啊 啊 啊 哎 哎 哎 谁弄的 谁弄的 谁弄的这个 看见了吧 这就是你工会主席挖的坑 看着你 咱们当的这工会主席 怎么把他弄起来 哎呀 你们现在 这咱们厂里面不是没钱吗 哎 你们玩着啊 这工作越是忙 这职工健康的业余生活越是要丰富 你看这篮球场 都成什么样了 你看看 你这个工会主席失职 厂长 你找我不会只谈这个事吧 没那么轻松 走 什么事 我想把军亮调离188厂 你怎么看 军亮乐意吗 我没问他 我问你 他离开厂子 对厂子肯定是有好处 可他走了 他属下这帮人怎么办 你拔出萝卜 还带出你呢 你这是一厢情愿 我就担心这个 所以 你去问问他 我 做做他的工作 行 那我试试吧 这设备安装一定要抓紧 跟我们合作那胡老板 要来看我们的生产线 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资金问题 如果设备进不来的话 肯定会影响进度的 资金你发信 那不是问题 到时候我来想办法 那好 好 好 上车 王公 军令啊 三儿啊 怎么 到我这儿 来检查工作来了 你说什么呢 你们名品车间 进展还顺利吧 还顺利 有事啊 没事 我找你 喝酒 喝酒 嗯 你什么意思啊 喝酒就是喝酒呗 还能有什么意思 走 走啊 好 这么多点 你说头一回请我喝酒吧 程雷都批评我了 是我这人 不够意思 你知道我的毛病 脾气直 一上事呢 还叫个证 我也有许多呀 做得对不住你的理由 以前的事咱就别提了 咱哥三儿 一条线的往前奔吧 熊涛走不到头啊 为什么 有人要找我 谁啊 谁 那你还不清楚吗 来 把程雷下来 咱哥咱一块儿喝两杯 他在市里面开会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 一边一块儿一块儿吃吧 你们先吃吧 我还有个菜 一会儿我再过来啊 好好好 俊梁 程雷跟你说明说 咱们厂子里 要调整中层干部的事 说了 我说怎么调整了 还没想好的 你是什么意见 他是一巴掌 你得听他的呀 可能得有大动作 无非就是撤几个人呗 还不是撤几个人的问题 程雷想把你调走 他真是这么说的 你考虑考虑 我不想做 你考虑考虑吧 那程雷 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啊 他可能没想好 他知道你些什么事 不方便说吧 什么没想好 谁看不出来啊 我都一直在帮他 他现在想把我扔下 他这也是为你好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梁哥 你可好久没到我家吃饭了 多吃点菜 好 来 二位好 前几天在商场里 你猜 我看见谁了 谁啊 嫂子呗 她没看见我 我一眼就看见她了 哎呀 还是那么年轻 漂亮 时尚 跟时钟模特似的 百分百的回头率 那把我羡慕的呀 哎呀 还得有个好老公啊 我什么时候 也能像嫂子那样 就心满意足了 那女人怎么 就比吃啊比穿的啊 能说点别的吗 那比啥呀 我跟亮子谈点正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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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